每日福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 每日福音 我是韦韦 今天是常年期第32主日 11月11日 星期日 福音经文在马尔谷福音第12章第38节 那时候 耶稣在教导中说 你们要提防那些经师 他们喜欢穿长袍走来走去 在市场上受人致敬 占会堂里的尊位和宴席上的上座 他们吞没寡妇的房产 假装长久的祈祷作为掩饰 他们必受更重的惩罚 耶稣坐在圣殿奉献箱的对面 看群众怎样把钱投进箱里 许多有钱人投了很多钱 但是 来了一个穷寡妇 只投了两个小钱 也就是同钱的四分之一 耶稣便叫门徒前来对他们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这个穷寡妇所投的 比众人往奉献箱里投的更多 因为众人捐的都是自己多余的钱 但穷寡妇在自己的穷困中 把她维持生活的一切 全都投进去了 耶稣的真门徒应该是 不追求声望和褒奖 也不会为了私利而滥用职权 反而是以自由和谦卑 慷慨地回报天主 并且乐于帮助他人 真正的爱和给予 是不需要计算的 因为关键并不在于数量 而是在于毫不计较的心 爱与慷慨比金子更宝贵 妇人在众人眼中 那微不足道的捐献 但在上主眼中 却远远超过 所有其他人的捐献 因此 当我们怀着爱和慷慨的心 施舍的时候 即使我们的施舍很微笑 但在天主眼中 却是意义深刻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 让我们问问自己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也有着一颗 爱与慷慨的心呢 而我们在信仰生活中 所做的努力 究竟是为了在人前 险要 还是只想单纯地 回报天主 并且帮助他人呢 今天的福音 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员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